俊风过后我们继续工作 那这一间listing我们星期三会上市 现在是星期一我们的拍摄时间 现在我在的位置是他的二楼 二楼的这个loft采光 非常的好 为什么呢 他首先他是一个编户 那那边没有邻居 然后这边呢 他后头虽然有一边邻居 但是他离得很远 正好对着邻居两个driveway对driveway 所以这个显的这个房与房之间的距离就很大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一定要说他全屋是木地板上来的这个楼梯 再加上铁翼栏杆 然后这里是一个玄关调空 还有这个吊灯放在这里 整体的品质非常的高 因为他全部都是实木地板 然后呢 给大家再看这边洗衣机的部分 然后这里呢就是洗衣机 然后是有sink的 再过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他的小房间的品质 你看因为他的小房间 他都是按照样板间去参考 他有一个色彩的颜色搭配的 包括画床上用品灯 还有这个地毯 所以整体很舒服 那这是一个套房 他的背后是有卫生间的 连小房间的卫生间 他全部都是有升级了地面和台面 然后因为他编户嘛 刚才又强调了 他这个小房间是正对前面的马路 非常的安静的一条马路 在小区里边的这个马路 然后又很宽敞明亮 然后我们再往左边 就是进到了他的主卧 主卧大家来看一下 整个尺寸是非常的好的 看一下Chrome Molding 这个升级 然后Shutter 然后还有罗马帘 包括这个地面 地毯我要说 他都是又是搭配过的 包括他选的画和他的墙面 OK 接着我们再来他的主卧的卫生间 双台盆的设计 然后这个白色的这个柜子 然后带有这个soft clothes 然后还有这个他的浴缸 一直淋浴到顶的 然后他是个名位 这个是有这个窗户的 这边是马桶间 那一定要来讲一下 他其实有一个很好的 他的衣帽间不像其他的客人家里的衣帽间 在卫生间里边 他的衣帽间在另外一边 所以他就不会潮湿这里的衣服 然后他还有梳妆台 可以在这化妆 全部都是柜子做到了顶的 那这套房的细节一定要讲一下 他真的装修的很好 包括他的这个剃脚线 包括这些墙面的颜色的搭配 全屋的这个家具 其实是屋主的 并不是我们staging的 说明屋主平时在这边生活 这个品质都很高 那咱们的房价里边是可以谈 要求他的这个家具留下来的 好那我们二楼的最后一间进来 这边是一个看着装扮的像是一个男孩子的房间 一个深蓝色的墙面的一个色调 然后他的卫生间在外头 所以呢他二楼上来 基本上可以说是三个房间配三个卫生间 都是全域的 那很舒服 我再带大家家去一楼看一下 因为一楼刚才摄影师在拍 所以我是倒过来的 OK这边是一楼 然后一楼进来他的厨房 厨房其实很明亮的 他这边等于说是正好drive away进去到后排的邻居 就没人挡着你 那中导台尺寸也OK 然后电器都是built in的 那这边是他的餐厅 他整体是属于比较美式的 那喜欢这个色调的 他其实是很耐看的 也很耐当 对 哎呀这个客厅真的设计的很好看 你看 如果想要拎包入住的话 这是一次机会哦 因为全屋的家具是可以弹留下的 这不是staging是屋主自己的 然后院子我们还种了新的花花草草 这个院子呢 咱虽说不是特别大 但是它因为公共区域非常好 对吧 两分钟就能到学校啊什么的 学校永远都可以 对 然后呢 底下还有一个主卧 它是个双主卧设计 双主卧 你看这个 你如果嫌弃别的房子 一楼的 比如说给父母的房间太小 那这间绝对不会 这间而且采光也好的很 对着门口 然后这边 它的这些卫生间 衣帽间 全部都做好了 品质很好 OK就是这间 OK我们专业摄影师的拍完了 然后还是拍个Vlog吧 因为销售速度有点惊人 经常专业的还没出来 我们就已经骂一条 对对对对 OK就是这间在大公园的 111 然后这是带driveway的 我在里边已经拍完了 然后超哥再去他的平台里拍一下 这个一定要强调一下 它是带车道的 是个很大的独立屋 是一个2900尺独立屋 OK OK我们来森林湖这边 把最后这间交接完钥匙 然后把这个我的锁盒拿回来 就结束了 这间房子绝对是风一样的速度销售 8月11号就是周五上市 8月21号close 一共就10天 就是上市拍视频 做open house 进合同过户交接钥匙 10天 这应该是现金买家交接来说 最舒服 也是最快速的交易 如果你比如说特别快3天那种 也是太敢文件做不出来 5天也是 其实7天到10天 一个现金买家 这样子交易 也是舒舒服服的 对于我们aging来说 把效率提高了 速度加快了 他们买家也舒服 我们seller也很舒服 那这一间在 Baker Ranch的这个位置很好啊 大家看一下 又是一间在这边的 700多刀 700块 780块钱一刀的这个单价 我们又顺利完成啦 现在上山回家的路上啊 快4点钟 之前有人正好问过我 你觉得Turtle Rock的房子这边 区域这边的缺点是什么 当时我就说了一个 就是说房子有点旧 但是装修一下就可以了 那今天呢 我又可以说第二个缺点了 什么呢 昨天不是刮了一大阵的 巨风吗 就是巨风 昨天不是刮了那个一天的风吗 下了一天的雨吗 大家看看这个路面 你看看这个草啊 这个你看 这地上的草 我的妈呀 还有这个你看 全是从这个树上掉下来的 所以呢 这就变成说是树 繁茂的地方的这个烦恼了 这算不算幸福甜蜜的烦恼 就你但凡它植物少 都不可能落叶落成这个样子 它这里全部就是 我早上开出来的时候也是这样 现在已经算市政 应该过来清理了一批了 哇哦 my god 就是整个地上就好像 那我想起我读Boston读书的时候 开出去我全是雪 这边开出去全部都是落叶 那这个 总算给他找到了第二个缺点 然后还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 是我们最近搞聚会 朋友来我们家里 朋友正好自己 他想上厕所 他说本来想说 从Turtro Rock上山嘛 到你家很近了 就就就稍微憋一下 结果一直要开好久才能上山 然后还有这个路啊 就好像那个 周杰伦那个电影里的 一路向北那个电影里的 发甲弯特别多 就转来转去转来转去 你但凡是开什么特斯拉那种的 你在Turtro Rock Ridge这里开 估计头要晕的 因为它本来加速提速快嘛 转弯又急 头一定是要晕的 所以上山到你自己家 还有一段的距离 所以请大家上Turtro Rock的人 上山的人 提前加好油 提前上好厕所 不然等你到达朋友家 还要10分钟 给这里打一杯 给这里打一杯 给这里打一杯